歡迎大家收看 喬琳日誌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喬琳日誌 今天喬琳日誌帶大家來 派亞雷巴斯貴 這邊有一間餐廳 是台灣餐廳 就是五隻小熊 5 little bears 那我們今天來吃滷肉飯 雞排 還有一些牛肉麵都可以吃 然後這是他們的一些餐點 可以 好啊好啊 整間的裝潢很漂亮 很喜氣 主要以紅色的燈籠為主 旁邊的整個牆壁都是台灣的風景照 不能配 Master Visa 我要吃 好 要吃什麼 我要吃肉飯 沒有吃肉奶茶嗎 沒有 我就知道要吃什麼 我要超大雞排 我要超大雞排 那三個味色囉 所以是 四個原味三個 再吃芝麻三個還開 那我芝麻四個 可以嗎 還有四個芝麻三個三個 好 可以 一盒一盒 可以 放一盒 可以 放一盒 可以 刷卡嗎 可以啊 好 那次可以 好可愛的包裝喔 這樣一盒 十支十二塊心幣 這兩間店連在一起呢 都是同一個老闆 一邊是餐廳 一邊是賣台灣的伴手禮 像是鳳梨酥啊 淡水 魚酥這邊都有 然後這邊的裝潢很漂亮 都是台灣的風景照 我現在等號碼響吧 怎麼拿 你今天拿你一份牛肉麵 一份牛肉麵好 我拿這個 蜜汁 這滷肉飯 還有啊 甜不辣耶 這牛肉麵 這是雞排 然後這是蜜汁雞排 然後這是什麼 你點的 焦燒雞快餐 然後這個是紅茶 這個是冬瓜茶 一二三 天不辣耶 這是我們今天吃的餐點的全部明細 我們這樣四個呢 大概吃四十塊錢 好吃完中餐呢 我們再一杯幸福糖的飲料 幸福糖也是台灣的飲料店 然後買完飲料之後我們再去逛街 我們拍攝的今天呢 是5月15號 要禮拜六 那隔一天禮拜天呢 新加坡就要封城 然後所有餐廳都不能在內用 然後頂多兩個人 然後只能接受外飯 所以我們才選擇今天來聚餐 配味配味 好的我們現在回家了 那我們要開封這個蛋捲 手中蛋捲 這個是芝麻的 裡面有芝麻 然後我們現在打開 看一下 要把它長怎樣 這是手工的喔 他們自己現做的手工蛋捲 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要開這個 這個是原味的 開開開看 它顏色沒有差很多耶 色系很接近 然後店員說有綠色貼紙的是海苔 因為你這樣看其實芝麻跟海苔都是點點點嘛 所以這個是海苔西味 海苔怎麼感覺顏色比較淺 好我們要吃吃看 我們要吃吃看海苔的 我跟你講它味道超香 海苔味道好香喔 有點像我們家常常吃的那個 香鬆海苔鬆的那種感覺 然後再吃一下這個芝麻口味的 我覺得芝麻本身偏甜耶 然後咬到那個芝麻有那個特別的香氣在裡面 然後再吃這個 的原味 原味我覺得它那種 蛋奶味的味道比較容易展現出來 還蠻好吃的耶 好啦這家蛋捲 三隻小熊的蛋捲 是台灣人開的喔 在新加坡 它的盒子這樣很漂亮喔 這樣十隻想要十二塊新幣 要介紹給大家 這盒子很可愛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 按訂閱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